對有趣的歌曲葛萊美的歌曲 但是在進入葛萊美的歌曲之前呢 我要公佈我下一個狂妄的計畫 很多人都說 角色音樂我聽不懂 那個歌詞都是音樂的 我不知道你做什麼 這樣很好聽 可是我也不知道在幹嘛 所以我不喜歡 那我就想說 好啊既然這樣 那我就來寫中文歌詞 我就來把一些很老很老的 角色的歌曲 我們寫中文歌詞 這樣你就聽得懂 你聽得懂你又會動來動去 欸老爸好你就會愛上他了 好下面這首歌呢 它的原曲叫做In The Mood 是愛玲頓大公爵時期 那個Big Bang 然後底下很多人會跳舞用的 那當時這個歌 它做得很長很長很長 原因就是要給人家一直跳舞 都不要停下來一直跳這樣 然後我就努力的把它寫了 很長很長的中文歌詞 哈哈哈哈 那大家覺得台灣的特色是什麼 你外國朋友來台灣 你要帶他去幹嘛 吃夜市對不對 台灣的特色就是夜市小吃嘛 所以啊 我為了要宣揚台灣文化 我的這個歌詞 很長很長很長的 裡面全部都是夜市小吃 哈哈哈哈 我們來聽聽看這首被我餓倒的 In The Mood 那麽多的奶是想約約我值班 好多的奶是想約約我值班 有多甜點你也還要早晚晚安 想到要去約會就覺得好麻煩 可不可以不要大難好好吃班 往本吃飯再去買美珍珠牛奶 被三不便要保留真輕鬆 與其煩惱關上的會怎麼打扮 不如思考約會要去哪裡吃班 牛排西餐辣你還是意大利菜 漢堡 薯條 雞塊 加上玉米濃湯 卻願不吃飯再去買些慶祝小菜 牛肉麵度味雞排也不來 吃晚餐 想吃得好多的幾碗 不要想太多吃飽班 我要帶拆開多吃一些才有力氣出去玩 吃晚餐 想吃得好多的幾碗 不要怕太多吃飽班 我要帶拆開多吃一些才有力氣 吃飽班 大家手 很好對不對 知道 太棒了 現在要是再打1跟3就沒有人打錯 那麼多的男生想要約我吃飯 好多可以比喻海洋早晚晚安 想到要去約會酒酒的好麻煩 可不可以不要打扮好好吃飯 我們吃飯再去買給珍珠牛奶 配三部配亞馬路真輕鬆 與其反而晚上約會怎麼打扮 不如思考約會要去那裡吃飯 牛腿西餐拉麵還是一道地菜 很多薯條雞塊加上玉米濃湯 全部吃完菜去買些清酒小菜 配肉麵濃味雞排也不來 吃晚餐 想吃的好多的幾碗 不要想太多吃飽飯 把腰帶拆開 多吃一些才有力氣煮去玩 吃晚餐 想吃的好多的幾碗 不要怕太多吃飽飯 把腰帶拆開 多吃一些才有力氣煮去玩 看你下次還敢不敢約我吃飯 謝謝 我覺得我好像在唱Rap一樣 歌詞寫太多 你們有聽到幾個食物 你們有聽到牛肉麵 滷味 雞排 到處都是很好吃 我還寫了什麼 漢堡薯條雞塊加上玉米濃湯 青州小菜 各種 所以約會的時候呢 吃完正餐還要去逛夜市 逛夜市的時候再東吃一點 整個晚上吃好多 我在台中讀中國醫藥大學的時候 我一天吃六餐 結果超級一直胖 一直胖起來 然後我媽回家說 你怎麼讀個大學好像養豬一樣 吹風 為什麼 因為台中太好吃了 各種好吃 好來吧 講完那個老歌 我們要把它改成